随着春节的临近 各大商场市场人头攒动 火灾的风险也随之增大了 据统计春节前后平均每天发生火灾 1152起相当于平日的近两倍多 为此中国多地开展了灭火救援综合演练 提升处置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风险的能力 这是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 在南京一处大型商业综合体组织员工 和顾客逃生疏散演练 消防员介绍进入人员密集场所时 一定要留意逃生路线图 找准离自己最近的逃生路线 按照安保人员或者安全疏散雕石有序逃生 另外还要注意通过应急广播火灾警报灯 获取人员密集场所火灾信息 只有在平时掌握这些逃生避险知识 在被困火场时才能安全脱险 被避免和减少在实际灭火救援中 因搜救不及时而造成人员伤亡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 在真实场景对复杂火场被困人员 搜寻搜救进行反复演练 确定被困人员的准确位置后 消防员迅速靠近并对其进行包扎固定 随后转移到安全区域 而另一组消防员在一处走廊内 发现一名在疏散逃生过程中晕倒的被困人员 给被困人员戴上面罩后迅速转移到楼下 这时云梯消防车 高喷消防车和消防机器人等高精尖消防设备 组成的灭火攻坚组对火势进行内外夹击 现场火势很快就被压制 演练假定的多名被困人员 也按规程全部安全搜寻搜救并转移到安全区域 在山东济南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演练 假定济南一家商业广场一层化妆用品区 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情 多人被困 消防员组成多个小组 分别从商场内部和外部控制火势 阻止火势向毗邻建筑蔓延 负责火场搜救的消防员 进入内部进行人员搜寻搜救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演练 全部完成了预定的救援实战科目 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消防员 重点针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外墙外窗进行破拆 架设火场机械排烟设备 用喷雾水枪驱散建筑内部有毒烟气等环节 进行反复推演 确保在真实火场能够第一时间将建筑内部的有毒烟气 进行驱散排出 为负责建筑内部火情侦察 阻击灭火和被困人员搜救的消防员 提供安全保障